看到在公園裡有一棵很紅的位置 也看到很多人在那裡 相信這就是我們要找的打卡位 紅色楓葉樹 好了,今天就來逛公園了 因為我們要追楓葉 加拿大就是楓葉之國 因為加拿大有很多極多極多楓葉樹 就算在加拿大國旗上 你也可以看到楓葉的圖案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叫Sunnybroke Park 這裡其實是Midtown 也不是太郊外 也有很多樹、森林仔 可以去追楓葉 現在這條路一路走 就會走在Edward's Garden 我上網看過 都有幾個打卡位是蠻漂亮的 加上現在十月 因為楓葉就開始轉色 其實現在是最適合看楓葉的時候 不過上網前幾陣子病了 所以遲了一個星期來 但是楓葉都已經開始遇到了 七七八八 都沒有什麼樹葉 希望繼續找到位置 拍下一些美照 今天是閒日 但也有很多人行的公園 外面也有租借單車可以踩單車 很少這個時間我在加拿大 所以我覺得 分享一下加拿大的自然環境 在摩蘭我真的錯過了最美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樹都已經開始沒有樹葉了 還有少許橙色的樹 這裡也有一些 樹葉都落地了 全部都變成橙色了 已經是 還有少許黃錦錦的 好可愛 在棵樹上看到有隻蟲鼠仔 加拿大有很多這些周圍走的 它也挺穩定的 這條路徑也挺舒服的 因為它的感覺是很郊外 但其實你外面也聽到有少許車聲 也不會天離得太遠 因為其實如果加拿大郊外是有少許危險的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是有雄引出沒襲擊人 這些比較市區的地方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找到一個還是黃色的樹 不過這個就不是蜂葉樹 你看一下圖案就知道了 你看這塊葉不是這樣的 蜂葉是甚麼樣子的 地上找個比例 就是這樣的圖案 我們就要找這一種的樹 還有這個公園也挺正的 就是因為沿著一條河去走的 在一條走路的勁旁邊 就有一條溪柄這樣走 哇 看到超漂亮的景象 不過走公園或走公園 都是不要站得太近 避免掉下去 始終都是小心為上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是超正的 因為是不時有些蜂葉吹下來的 感覺是超有這些電影感的感覺 看到這些蜂葉樹其實已經是拋了頭 可能早一個星期來會多一點樹葉 和漂亮一點 現在這個時候來到都已經是 拜拜了 下年見了 這個公園走了半個小時 才找到一棵有營養少少的蜂葉樹 就在這個位置 真的有沒有搞錯 真是不好意思 我家外面的蜂葉樹更大 比它更漂亮 不過那一句 就很難遇到一些 一個位置是真的有很多 很漂亮的蜂葉樹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我們的目標 這裡又找到一棵 高高在上的紅蜂葉樹 不過它真的很高 下面這裡是什麼都沒有 走到上面才有蜂葉 哇 來到這個Edwards Garden這個位置 其實這裡什麼都不可以做 你看到又不可以放舊 又不可以踩單車 又不可以踩橫板 吃東西都不可以 Edwards Garden這裡 終於有營養少少的蜂葉樹 就是這一棵 你看看它雖然 還沒有完全變成紅色 但它已經開始變成了 尾尾這裡 一來到這個公園 終於有營養少少的東西看 上來這裡 就找到一些大棵少少的蜂葉樹 很可惜它還是綠色 剛剛開始變色 看楓葉就很難捉摸到它們變色的時間 這個空間裡 都是比較多這些大的蜂葉樹 都是那一句 一大部分都還沒有變色 它這棵樹的樹葉的形狀 其實是很漂亮的 我們先看看 其實它是一個很漂亮 很標準的蜂葉樹圖案的樣子 但好可惜地 顏色就沒有開始變了 雖然看不到很多紅色的蜂葉樹 但這個時間走公園其實是很舒服的 加拿大在10月這個時間 下午這段時間 跌下大約15-16度左右 其實穿T恤都很舒服 但一入到晚上 就會跌到單位數字 所以這個時候的天氣的溫差 都會比較大 但這一種很親親大自然的感覺 真的很舒服 其實香港也出奇地 多一些山行的公園行的 但來到加拿大始終 空間大一點 而且感覺真的舒服很多 我看到在公園裡 有一棵很紅的位置 也看到很多人在那裡 相信這就是我們要找的打卡位 紅色蜂葉樹 全公園最大自紅自營養充足 是加拿大國旗的紅色蜂葉樹 是加拿大國旗紅色的蜂葉樹 很明顯是很多網紅在拍照打卡 我這些蜂蜜 都是站在一邊 等人們散開 然後才拍照 不過就是因為整個公園裡 只有這棵特別紅的蜂葉樹 所以很多人都會來這裡拍照 真的要離開 因為太陽開始下山了 要開始走到車子那裡 好了 再見了 紅色蜂葉樹 為什麼選擇來這個Edwards Garden 就是因為這一條斜坡的路徑 我就是想YouTube看別人介紹 哪個位置是最美的呢 我看到其實是這個位置 但在多虧那一句我又遲來 所以現在下了很多樹葉 如果我想一個禮拜來 這個位置應該會挺漂亮的 但其實呢 只要看到地下 其實樹葉都落在地上 其實都有些少許顏色看看 咦 不過來到上面這個位置 這樣拍下去也挺漂亮的 一片橙黃色的森林樹景 這個打卡也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我現在是走來的 就是現在的 現在是由Edwards Garden 走第二條路徑 回到剛才SUNNYBROKE PARK 但這邊的景象其實都挺漂亮的 是真是有少少像我之前想找的那種 鏟黃色森林的感覺 這裡我相信打卡都可以打一段時間 基本上每一個過落都有家庭在拍照 這個還不是打卡熱點的森林位 那裡一家人打卡 那裡又有堆 那裡又有堆 然後前面又有堆 這個是擺明是一個好好拍封業照的地方 好奇地現在都接近黃昏的時間 都大約是四五點左右 但是這個時段反而更多人 剛才我下午兩三點來的時間 這次這個公園其實都挺安全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在這裡出出入入 而且全部都是地上有石屎路走的 所以是非常之舒服的 好 回到Sunnybrook Park這邊的入口 不過其實真的不用走那麼遠 因為在入口那邊已經有一大片很漂亮的橙色黃色的枫葉樹 總之不用走那麼遠 在這裡拍照就算了 其實停車場旁邊也有一棵超級紅的枫葉樹 也是那一句 Toronto周圍都有枫葉的 都是看看你自己好不好坐 找到一棵漂亮不漂亮的 好了 這個追枫葉之旅 那麼圓不辣 坦白說如果真的要看枫葉 其實真的不用走那麼遠 那為什麼在Sunnybrook Park這邊開始呢 就是因為這邊不用前排車 所以就決定由Sunnybrook這邊 去走到Edwards Garden那邊 如果多一點時間去我 其實我會想 駕駛去北一點地區去看枫葉 畢竟那邊都是郊外的樹 都會宏偉一點再漂亮一點 但其實多人多 城市裡面都有很多這些公園仔 可以去欣賞一下枫葉感的 Anyway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條影片的話 就麻煩大家幫助一下 我這位為YouTube界裡面的山區兒童 只要一日一個like subscribe和share 就可以大大幫助我 在YouTube界裡面脫貧 好啦 多謝大家下次見 Bye Bye